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歡迎大家來到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是會繼續講到聖靈充滿,還有現在是講著聖靈充滿如何運作在各樣的事業之中 而我們這次講到就是在聖靈充滿運作在分享見證那方面的 因為基督徒時時都可以有神各樣的工作,我們可以作見證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學習去分享,那我這次是會講到一些分享的要留意的事情 還有怎樣更加有效地分享 那麼在這個群組裡面,我傳出了三點的 第一就是清楚和有邏輯性地說出發生什麼事,神怎樣幫助我們 第二,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神什麼屬性和恩典,將榮譽歸給神 第三,對微信或者信了主的人有什麼鼓勵可以用什麼經文去鼓勵人 那麼這三點呢,我會講一下怎樣去使用我們的分享去祝福更多人的 那麼這個,首先我講一講就是在經歷聖靈的人當中呢 分享見證是更多和更容易有的,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經歷聖靈之後呢,第一,我們可以生命更新的見證是有很多的 我們怎樣讓神改變,後來我們怎樣熱心傳福音啊 熱心建立人的靈命啊,也都處理我們個人的問題啊 我們生命中各樣的問題啊,是有很多的見證我們可以講出來的 那麼這些見證都是可以影響更多人的 那麼我希望大家都留意自己生命中有什麼地方讓神改變 我們就去放膽啊,踏出去分享去見證神的榮耀 在《比特前書二章九節》那裏下面那裏經文呢,是講到呢 聖靈充滿幫助港道呢,也都是會幫助我們分享的 那裏說呢,是叫你們宣揚那照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個這個經文其實有個很長的形容神啊,很長的字句 就是照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這個就是神了 他呼召我們離開黑暗進入奇妙的光明 我們就去宣揚他的美德 就是如果簡單呢,就是說宣揚神的美德 那就是把那句簡單簡化了的 那看聖經我們都要留意一下,有些什麼地方是他有很長的形容 因為呢,希臘文呢,是像英文那樣的 英文呢,是會有時候有些很長的 就是英文叫clause或者phrase 來形容一樣東西的 但是中文比較少的,中文通常就會拆開兩句的 但是因為中文聖經是翻譯的 所以他呢,那個句子構造依然跟回原文那個句子構造 但是如果普通人寫中文呢,就會說 就是會這樣拆開,就是神呢 自我離開黑暗進入奇妙光明 那我們應該宣揚他的美德 就是中文通常會這樣拆開的 那就是說呢,我們經歷聖靈的人呢 我們經歷很多神的作為 因為神在我們生命中做很多奇妙工作 是幫助我們整個生命提升 還有呢,使用我們帶著聖靈的能力 可以祝福別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那希望我們都會珍惜 都會珍惜神這樣的工作 並且見證 如果我們都作美好見證呢 其實影響人很多的,我們可以影響人很大的 那也都求主幫我們衝破我們的懼怕 有很多人呢,怕分享 因為怕自己分享得不好 或者呢,怕有些人又會攻擊喔 其實我們不需要怕攻擊的 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做神的工作 他攻擊是他的問題 而我們為主受苦 是對我們有益的 神是喜悅的,神是會保護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衝破這個懼怕 但是因為很多人的本性呢 就是比較不太放膽去說他自己的東西 有時候因為人的 就是本身的性格呢 不是很喜歡說自己的東西出來 那就很難衝破啊 但是其實 比特前書二章九節這個經文呢 是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宣揚 那位趙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這位神的美德 是我們應該個個都宣揚 如果個個基督徒都這樣做呢 神的名就得榮耀 也都會有更多人悔過信耶穌的 所以呢,希望我們都會說 我求主幫我們去衝破這個懼怕 踏出去分享神的作為 好了,那我們現在講一講呢 就是說 有三樣東西我們要留意的 那第一呢 就是清楚 還有有邏輯性的 講出發生什麼事 神怎樣幫我們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們想講什麼呢 我們就想清楚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譬如我們的目的是講到呢 有一次 神怎樣醫治我們 那我們的重點就是神醫治我們 那當然講到神醫治我們 我們可以講到之前的警方的 但是呢 我們不需要將很多 不必要的內容加進去 有時候有些人作見證呢 講了很長篇話 因為基本上呢 他們講話都是會很長篇去講 就是有時候講講一下又講別的 那這個呢 是會影響我們作美好見證的 因為人呢 聽一聽一下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到底你想講什麼呢 所以我們是應該預備的 就是分享見證呢 是應該預備好 是 是 英文是to the point 那個要點是什麼 有很多細節呢 是不需要講的 就不要講 因為那些細節呢 是會拆開了那個主題 令到人失去了那個重點 那所以我們呢 就是簡潔的 但是呢 講到一些重要的東西 和一些 我們的感情的反應 我們就去詳細解釋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譬如這樣 聖靈如何醫治我們 安慰我們 我們就可以去形容 神怎樣醫治我 本來有這個病很嚴重的 神居然醫治我真的好 我真的好感激 我好感激神 這麼真實 也都令到我相信神的真實 因為呢 是沒有可能的 我就很興奮了 因為這個東西呢 我心裡面呢 就很被激勵了 我呢 就因為 就是我跟神的關係呢 就好了很多 我就知道神真的 是時時關心我們 神是時時跟我們一起的 那就將那個 反應呢 更加清楚說出來 那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讓人知道我們 對於 就是那件事發生的反應 人是好看別人的反應 和那個感情的表達的 當我們表達的時候 感情是非常之重要 是因為呢 感情是令到別人呢 是更加 更加被吸引的 譬如說 我一想到神就很開心了 尤其呢 每一次我們都祈禱呢 都經歷到神的平安喜樂 神真的很近很近 很接近我的 那麼呢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講出我們 因為神而有的興奮呢 人聽到呢 是會更加會 想去信耶穌 就不要這樣說 啊 我信耶穌呢 就很大的喜樂了 真是很大改變了 那就是 第一個語氣 那個聲音 沒有什麼改變了 我們學習 就是那個語氣和聲音呢 是有改變 哇 神改變我 真是祝福我 我真是很大的 就是很感激神 神這麼大的工作 讓我知道神是很真實的 我知道神隨時陪著我的 說的時候呢 都有點興奮感 那 那 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 也都是 使用丹田呢 是有幫助的 和共鳴 那 在這裏我都插入少少 關於 說到丹田和共鳴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呢 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那 大家留意我講說話的時候呢 那聲音是很實的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有丹田的力 丹田的力 那這個丹田的力 那這個丹田的力 不是一定 那 那些強烈的 我們就會插那個丹田 那這件事可能很多人來說是難的 但是呢 是經過訓練呢 是可以學到的 從丹田那個位置呢 發力 那 但是呢 普通說話不需要這樣做的 是 就是呢 就是 總之在那個丹田的位置那裏收緊 就是我講話的時候 我已經習慣了 我丹田那裏是 輕微收緊 不用很大力的收緊 那我講話的時候呢 就會有力量了 就算我小聲 很小聲也好 那聲音出來是清晰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那 我給大家有心理準備 譬如我現在用丹田的聲音 唱一些音 給大家聽到這個丹田用力的時候那種聲音 那這個是可以練習的 那 你有心理準備 就不會就是說 忽然間這麼大聲 我現在嘗試用這個丹田發聲 啵 大家聽到這個聲音 啵 是衝上去的 那聲音衝上去的時候呢 就會 有力量 那時候我學唱歌的時候 老師說這個是可以有一個金屬的聲音 為什麼金屬的聲音呢 好像金屬撞擊那種聲音 是響亮的 會引起一些共鳴的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練習的 那我們在 我們教上課的時候呢 我們在星期日下午呢 我們都可以有時候去幫大家去操練一下 怎樣用這個丹田的聲音 還有呢 共鳴 共鳴 共鳴是 為什麼要講這些呢 因為分享和講道 我們都需要學習這件事 共鳴呢 就是 我們聲音呢 有一個特質 那個聲音的容器 那個空間 那個空間 是越大 應該說呢 越能夠 越高 就是 譬如好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那些 古老式的 禮拜堂 很高的那些 很高身的那些禮拜堂呢 你會發覺裡面說話呢 那些回音很厲害的 他的聲音很厲害的 那些教堂呢 很適合唱歌的 不過呢 講道就不是很適合 因為呢 講道會有很多回音 那這個是引起 那個教堂的上空那裡呢 高處那裡的聲音的回應 的回音 那我們說話呢 就 可以怎樣操練呢 就好像 練習好像打喊爐一樣的嘛 摩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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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好像打喊爐 波 波 這樣打喊爐呢 打開那個 這個軟口蓋 我們的口蓋 就是口的上面 有前面是硬的 後面是軟的 如果大家看著鏡子 你會發覺是可以收縮 你打喊爐的動作呢 是會收縮那個 軟口蓋的 那個吊鐘會提升的 那這個呢 就是 它 就是我們提高了後面那裡 提高後面那裡呢 就會有共鳴的聲音的 就是那個地方呢 就會更加 能夠回應我們的聲音 就是跟我們的聲音一起震動 那這個是需要練習的 就是每天去練習 去好像打喊爐那樣 第一次練 哈 摩 哈 那樣去打喊爐那樣練習 那也可以跟著那個音樂的scale 比如唱 摩哈哈哈哈 一邊這樣升上來這樣唱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練習 那說話的時候呢 就會有力了 譬如我要用力 那有些人用力呢 他們就怎樣呢 喊的聲音 好不好聽啊 就是很粗啊 但是如果我們用共鳴的聲音 有力呢 是不同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就是我不是喊的 我是 在裡面那個丹田的用力呢 是不需要很大聲喊 但是呢 是很明顯有一個更加強烈的聲音的 那 就是這個呢 就會幫我們那個 侍奉 分享啊 作見證啊 更加能夠講得好的 當然呢 在乎我們分享什麼內容 譬如比較感性的說話 那是不是都用共鳴的聲音 一樣用的 但怎樣說法呢 就是譬如說 我們一樣可以柔和的 多謝耶穌 耶穌真是好啊 他來到我身上 讓我經歷到他的平安 喜樂 和愛 大家聽到我聲音是柔和的 但是呢 我一樣有共鳴的聲音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需要練習 那我們呢 就是這個聲音都是我們可以練習 但是練聲音呢 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不要練到喉嚨呢 覺得痛啊 一輕微覺得不舒服 就停止 因為如果不是呢 長期呢 會傷害喉嚨的 傷害聲帶的 大家留意 有些人呢 吵架 吵得多啊 吵子女 吵得多 那些人呢 他的聲音是很沙啞的 那大家聽到我的聲音呢 雖然我年紀不小啊 但是你聽到我的聲音 是沒有沙啞的情況的 因為呢 我是就是 是好好照顧我的聲音啊 並且 雖然我是說到的時候會用力 但是呢 我是不是令到我的喉嚨受傷害的 好了 那我們先說到聲音啦 還有內容就是不要說去 就是不要說說話呢 就 東就說一下 西就說一下 任何東西都說一下 而是呢 我的目的是什麼 就說到之前發生什麼事 我之前是怎樣的 然後我怎樣經歷神的工作 然後我之後有什麼改變 那這個呢 就是清楚說出發生的事 還有邏輯性 邏輯性就是說呢 那樣東西是 跟著的次序 譬如說 啊之前我是怎樣痛苦的 那我就回應回這個痛苦了 然後呢 在經歷聖靈的時候 神怎樣醫治我 而後來我就怎樣改變 那呢 就以前的痛苦沒有了 我真的很開心了 那我一直都保持回 和這個初頭的經歷的關係 就是說 我說的話呢 一直保持回同樣的關係 那麼呢 就 就 和清楚說出來 有時候有些人說的那些內容呢 譬如一些人物啊 哇 我的醫的歌的朋友 他的兒子結婚 聽完之後呢 真的都不知道是誰打誰 那麼呢 就 在這種情況我們就可以說 我親戚一個親戚的兒子 就不是說一大抽的親戚關係 因為人們聽的時候 是不會留心聽 不會留心聽你阿姨啊 那個朋友啊 那個兒子啊 什麼什麼 就是這個很複雜的情況 那麼我們 是 說的話清楚 如果有時候說兩個人 我們就說A軍 B軍 有時候呢 有些人說他呢 又這樣說啊 他呢 然後又怎樣說啊 我聽聽一下都不知道他說 A說還是B說呢 我就會跟他說清楚了 OK 麻煩你 用A、B、A 就說出個名字出來 讓我們知道你在說的是誰 好 那這個就是 第一就是有清楚和邏輯性 第二呢 就是 說到神的屬性和恩典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主題是很大的主題了 那我就留回明天才說 因為 不是明天 下個星期一才說 那就 因為那個主題實在很大 那麼 那重點就是說 神的本性 我們在這個經歷過程 看到神的什麼恩典 愛啊 關懷啊 照顧啊 接立啊 能力啊 這些是他的屬性 然後恩典就是他為我們所做的 恩典是包括 通常有個 我們 或者我在這裡的 神怎麼幫我 神怎麼祝福我 神怎麼醫治我 神怎麼幫助我 這些都是 恩典來的 屬性就是神本身 他有能力 他有智慧 他關心我們 他應該這麼說的 關心我們其實都是恩典 他有關心的本性 神呢 有關心的本性 當我們明白神的本性的時候 更加欣賞他的作為 好 那我講到這裡呢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鼓勵大家都去 就是多些去寫見證 錄見證 或者甚至涉錄見證 那其實涉錄最有效的 不過有很多人就很害怕上鏡 那麼錄音也都是有效的 那麼再其次才是寫字 因為寫字呢 人真的未必有心機看 而且覺得很遙遠 覺得個人不太真實 那所以我們學習呢 就是 是用 最好用聲音 或者用攝錄的方式 那麼我們都有個展會 他放了好幾個網 好幾個影片上網的 那麼大家都可以參考 就是說 可以參考 他這麼勇敢去作見證 我都其實都有很多事情 可以作見證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會 就是爭取機會去作見證 OK 那麼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回應呢 那如果沒有呢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祝福我們 賜給我們膽量 勇氣 我們作見證呢 是神紀念的 神也都會賞賜的 神會繼續祝福的 那所以我們呢 就爭取機會去作見證 有時候我們 面對面見人 面對面見人最好的 尤其熟悉的人 是更加有效的 但是有時候 我們沒有那麼多機會 我們就可以用網上 是可以影響人的 好 大家可以一起站起來 一起祈禱 聽我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 那位拯救我們 脫離黑暗 進入奇妙光明的 你的恩典實在很大 你是拯救我們的神 醫治我們的神 幫助我們的神 求主幫助我們 專心去親近你 經歷你的作為 當我們越親近你 我們越經歷到神的作為 越經歷到神的大量 求主 求主詩恩祝福 更生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賜給我們膽量勇氣 去為主作美好見證 要我們時時去榮耀你的聖命 是神所喜悅的 神喜悅我們隨時作見證 時時見證神的恩典和作為 神喜悅也必定賞賜和祝福 求主詩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發揮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活出神理的樣式 幫助我們去影響周圍的人 神理好喜悅的 我們除了影響非基督徒 也影響基督徒 我們無論跟他們聊天 一起行山 去喝茶 有機會見到面 都可以有些說話去影響他們 我們不是要強勢的影響 而是見證神的美善 見證神的奇妙作為 就能夠影響別人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膽量 賜給我們智慧聰明 能夠更加好的去作見證 作美好的見證去祝福別人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更新我們 使用我們 神你賜給我們一些門路 怎樣去影響更多人 幫助我們每一個都能夠在網上 開一些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的戶口 叫我們能夠在網上分享神你的作為 多謝主 感謝主 為了奉主耶穌聖明 阿門 如果大家想作見證,第一,大家可以開啟YouTube帳戶 Facebook帳戶,可以放上網,很多東西放上網 有時有些可以用文字,有些可以用錄音的 如果你這方面有問題,你可以在群組發出問題 我可以幫助大家,有時我們有些頂戰會都懂,可以幫助你的 可以開始侍奉,神是必然喜悅,提升我們的生命 是更加進入神的奇妙計劃的 是更加進入神的奇妙計劃 痴花《秘國家》 《飛icional原數說明》 這個州是YouTube的迷惑